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紫色的话是一个刷兵位置 在上级的时候刷兵位置疯狂的针对我们 把我们整的比较难受 主要是这个橙色一直用核弹闪电来整我们 现在这个紫色好像要过来把我们干掉了 确实我们顶不住了 你看我们就这几个小兵 还有几个多个人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桥整弹 我队友的这个位置倒是还可以不停的送飞行兵 因为当时他偷了新的 这个飞行兵送的都是一星 紫色其实坦克好像不是想过来打我们 摆好造型呢 停在我的家门口 估计是想让我的超时空把他的坦克过去整个城市 因为现在我们对他一点威胁都没有 对吧 他随随面面的就可以拿捏我们 他那个位置的送的坦克比较多 然后紫色的坦克已经摆好了 这个时候 对吧 我们就 其实他完全可以自己走过去 靠近一点还好一点 对吧 这样子我还可以省着用超时空 既然对方要借助我这个超时空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合作 对吧 你看这个城市发力辅导 还会用超时空兵呢 把自己的基地动作 好 这个坦克摆好了 算了 我们改个超过去 注意看这个城市家里面的防守 心灵突击队啊 游里感啊 而且他每个位置都摆了一些 现在唯一的漏洞呢 就是这个矿柱这 我们直接给他超过去啊 准备 算了 天气哪个比较好一点 这个天气哪个呢 火力是相当猛 又是一星的 好 我们直接套上铁幕 看看这波天气怎么样 你看 好 踩这个核弹 三下五出来 对吧 整掉了 继续打掉核弹 然后再往里面走 看能不能干掉这个基地 这个基地整掉的 稍微缓解了一下压力啊 其实呢 他这个位置 像城市科技全核位置 还可以继续造极地啊 这一局呢 我们肯定是赢不了了 所以说就相当于呢 帮紫色去吧 去把那个橙色干掉 因为现在对紫色的威胁比较大的 就是这个橙色 它有有力感 这个绿色是属于安全无害 这个绿色好像呢 不怎么会玩啊 造了很多飞行民 它其实呢 这个绿色也吃了和大家闪电 但是你看 造这么多飞行民舍不得上啊 然后呢 上面还有个游离位置 就是那个蛋蛋色 但是这个游离位置呢 也是半天没有动 造了很多这个游离的兵种啊 像那个飞碟啊 还有老车什么的 这个时候这个橙色也不知道是什么操作 注意看 旅带车疯狂的往前走 而且打到这里呢 这个绿色突然之间就自爆了 当时呢 我队友还在疯狂的提醒他 飞行民上 飞行民上 结果这家伙呢 应言不合呢 他就自爆了 其实他这个自爆呢 也是为整个的故事呢 埋下了一个伏笔 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爆的时候 最开他家里面 有两个箱子 这两个箱子呢 对于我们来讲 那就充满了想象力啊 因为像这个刷箱子为止啊 一个是刷那个建筑 像基地啊 坦克 对吧 另外一个位置呢 就是刷那个属性啊 火力 对吧 还有身心啊 现在我操什么好了 其实呢 我可以操那个多个人过去 碰一下那个箱子呢 对吧 碰碰运气啊 但是现在我们不能过去啊 这个橙色呢 还没有把它彻底的干掉 那肯定不得行啊 好 摆好造型 直接把它操过来 但是 只剩下三个 赶快去整啊 打重工 这个时候一定要打重工 赶快操作一下 哎呀 这个紫色没操作 啊 这个橙色呢 也是非常有意思 你看 看到没有 这个紫色完全就是没有操作的 那个光临坦克呢 属于折射中心 他打那个坦克 瞬间呢 把那个重工给干掉了 这样子这个橙色就没什么威胁了 对吧 他顶多造点游力感 但是游力感的话 没有保护也是不得行 而且呢 与此同时 注意看 我队友的飞行名也是上去了 整掉了一些店长 现在这个橙色威胁就不是很大了 接下来我们肯定要超时空 再填补器去整它 这个时候呢 紫色哈 那个刷屏位置的紫色 它为什么没有操作光临呢 因为呢 它在操作这个海军坑里面 它过去整这个弹是游力位置的 这个游力位置呢 也是一直在闷声发达才 你看它家门口 造了好多脑车 它这个脑车呢 现在也不动 它完全可以过去的变那个紫色的坦克 带着一个基地过去啊 因为它带基地过去呢 是可以造那个部队回收 把那个坦克一变 然后回收的都是原价的 这个当然是那个脑车不动 那这个紫色基本上无敌了 你看 它那个位置不停的刷 我是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哈 我是什么东西都造不了 只剩下一个电厂加上一个宽厂 还有几个坦克 但是也没什么用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等哈 等这个超时空 待会呢 我们就要去碰运气了 因为 这个刷箱子位置啊 有两个箱子 这两个箱子里面啊 其中有个箱子 但凡有个基地 我们这局呢 可能呢 有点转机 来了哟 那么我们就试一下 好过来呀 没关到 我们走两波 好 来了老地 看到没有 来了一个苏军基地 哎呀 这个苏军基地一来呢 感觉接下来就会发生了美丽的故事了 因为当时呢 我们是偷了苏军的高科的呀 是可以造游里改的 我们赶快造个兵营放在家里面 瞬间点个游里改哈 这个游里改呢 当时呢 我们肯定不能亮出来哈 因为紫色呢 正在整那个游里位置 我现在游里改一出来 肯定要藏起来 你去抓它 那不是瞬间把它的注意力又转移到我们身上呢 对吧 本身我们就是安全无害 没什么危险啊 因为那个紫色坦克多 海珠也多 你说我们拿它有什么办法 半点办法都没有哈 我们赶快造重工 造往重工之后呢 造那个维修厂 这个时候其实我手上的铁木掐在手上的 假如说那个层子呀 就是那个科技全开位置过来整呢 我们可以拿铁木保护一下基地哈 好 重工出来之后 赶快造维修 我队友呢 其实还有工程师的 待会呢 我们还可以造个基地给队友啊 目前手上呢 还有两二多 钱是比较多的 我们看一下那个游里位置 这个游里位置的老车呢 就是半天不动 你倒是去整它嘛 对不对 你看 现在过去呢 又没办法了 因为这个紫色送了很多那个光灵塔 一直斩着了 这么多一星光灵塔一直往前戳呢 它那个老车根本是没有办法来近身了 现在我们赶快造个基地给队友啊 你看这个老车现在上已经不得行的呀 这一会呢 就希望那个淡淡是游里位置啊 再多点一下 对吧 这样子我队友呢 才可以发展起来 我们多造一个基地 然后下面那个基地呢 就准备给我队友啊 因为当时我们超过去的时候呢 你看 有个奶妈车 对吧 这个基地它只要工程师下车 我们解蒙解蒙呢 就可以给他啊 估计我队友手上呢 也是涨了不少钱哈 好 他的工程师已经下车 你看他的飞机兵走开了 这个解蒙解蒙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你的部队说不要靠近哈 我们直接解蒙再结蒙 然后呢 基地就给他了 只要我们两个人发展起来 因为我们当时坦克跟兵营啊 都是拖了一星的 这个都是一星 那就相当厉害了 而且他那个位置呢 你看 又长了好多这个飞行兵 就是照不了机场 现在紫色还在整游里位置哈 他这个时候估计也顾不上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观察到我家里面 对吧 现在我们家里面 坦克其实有一些 但是可能呢 这个紫色也看不上 你家里面就这么点坦克 你看这家里面好多大哥哈 当时打到这里呢 我看了几次 那个核弹闪电位那个层次 这家伙呢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在耍手机啊 好像他的半天都没动 一直什么东西都没照 其实照好像没有用 因为他只剩下一个兵营的哈 这回呢 我就给我队友打个暗号 我给你抄回来对吧 这个基地方的外面肯定很危险啊 再造一个基地又得浪费钱 干脆呢 就把这些啊 全部哪里来的 再回到哪里去 我们直接来到老地 赶快回家 家里面才是最温暖的 对吧 下面我们准备照高科啊 照个复制中心 一会儿呢 整两个游离杆啊 这个紫色还在用海军不停的整游离位置 这个游离位置呢 其实打到后期啊 也是非常的难啃下 因为游离呢 他那些防控啊 是比较厉害的 只是拿了一些光能 用这个光能呢 往前出啊 这个游离呢 相当难说 主要呢 是一星啊 而且里面还有三星 你看 这个坦克 火力香浪姆 其实我当时的那个铁幕装置 我都想给这个紫色 希望他快点的把那个蛋蛋色干掉 干掉之后呢 再过来走我们 对吧 他到时呢 过来走我的时候呢 我们就给他一个superize 我们先把这个游离杆给他卖掉 我们这回来要准备两个哈 两个游离杆 待会儿抓起来 那个东西就抓得多一点 这个时候注意看这个紫色 一波坦克往前戳 你看这个三星光能太厉害了 这样子 游离位置呢 马上就没打 这个光能坦克 尤其是一星啊 他就是游离位置的克星 这回来那个橙色啊 就是核弹位置的 因为他只剩个兵营呢 他就受不了直接把线了 然后呢 那个游离位置呢 也没了 这样呢 就只剩下 我们跟那个紫色一对一单挑哈 这好像又回到了这个起点 但是呢 这个起点呢 又有点不一样 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跟我的队友啊 也是我的粉丝啊 我们两个人都是蒙军 结果他打了半天 你看 我们两个都是输军的 他说这一局 你说是不是特别的有趣啊 说心里话 这整个的一局对战下来呢 你真的写剧本 你都写不来 这样子的一个剧情哈 紫色现在吊转枪头啊 想过来带着我们 但是 是不是为死已晚了呢 因为我们 有这个游离感呀 他这个海军呢 就没有用 看到没有 把他的航母啊 无一张剑直接抓了过来啊 他的坦克大规模坦克想过来 但是没有用对吧 我们有超时空啊 加上铁幕 你看我这个桥头 九个塔克摆好姿势 就整他过来 他修桥 塔克一冲 我们套上铁幕就可以了 而且你看我队友 还有好多一星的飞行兵啊 这个桥已经断了 再断哎呀 对方那个塔克掉到水里面去了 不过呢 他又把桥修好了 这个呢 也问题不大你看 我们这个桥瞬间就整掉了 好塔克先往后面退一下 对方又把桥修好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这里呢 还有尤里盖在抓 刚刚好像被打掉了一个 这个桥呢 是比较脆的 很容易呢被打断哈 这样子 他这个塔克是不是打不下 一旦打不下的话 这个海军也打不下呀 因为我们这个尤里盖看喵 又把他的海军给抓过来了 你看这个桥 特别容易断 那这样子这个紫色是不是就没了呀 他现在装什么东西呢 都会为我的使用啊 国际这个紫色呢 也是没有想到 其实他当时呢 也是想借我们的力 对吧 把橙色的干掉 因为呢 当时那个紫色啊 他就打橙色的 他也打不过 橙色的高地有大炮 又有有力改 你那个海军啊 包括陆军啊 根本的都撑不过去 所以说当时呢 他还想借我们的力哈 所以说这一局啊 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我队友哈 发费了一个外交光的作用哈 把这个紫色的注意力呢 全部转到橙色呀 加上有力位置哈 主要呢是那个橙色核弹位置 那现在打紫色就比较简单了 套上铁幕 你看飞行兵 加上坦克一推 这个紫色是不是他就没了 我估计这个紫色打到这里呢 也是没有想通 不知道他飞不飞 三天三夜呢睡不着 因为他是天赋的牌啊 结果呢被我们 也不叫被我们 被了一个箱子 因为当时呢 我们真的是破运气 就看那个箱子呢 能不能刷出一个基地 如果那个基地啊是个猛军基地 我感觉呢我们两个也不好顶 因为他的陆军 海军太多了 我们根本都顶不住 所以说这一局真的是 充满了太多这个有趣的剧情了 好希望大家喜欢 这期视频呢就到这 下期再见 拜拜